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买了猪肉 牛肉 还有鸡肉 接下来介绍收纳工具 这款与手掌差不多大小的不锈钢收纳盒 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 再来是不同颜色的圆点贴 它的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肉品的内容 接着我们准备一条拧干的抹布 放上砧板 准备剪刀和夹子 还要记得帮自己戴上手套 再把收纳盒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来分装肉品咯 首先我们来分装牛肉 今天我们所购买的是好事多的牛小排火锅肉片 我们先抓出一盒大概的份量 接着将牛肉折叠 放入盒内 再盖上盖子 这样一盒牛肉就完成咯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剩下的牛肉分装完毕 如果发现牛肉有血水的话 请记得用纸巾将它吸干哦 这次的牛肉我们一共分装成7小盒 准备圆点贴 我用红色代表牛肉 我们将红点贴 贴到每一个收纳盒上面 我们将7个贴好红点贴的收纳盒摆进冷冻库内 就像书一样一个一个整齐排好 牛肉的冷冻盒 推荐的料理有牛丼饭 牛肉蕎麦面 这些都很美味哦 接着我们来分装鸡肉 用剪刀分割包装 准备收纳盒 以及戴上手套 接着将一包鸡肉的份量拿出来 以厨房纸巾吸取油分及水分 之后再放进收纳盒 这次我们以金色圆点代表鸡肉 将贴好圆点的收纳盒放到冷冻库里面 就放在我们刚才的牛肉盒旁边 这样就完成咯 鸡肉料理的推荐有咖喱饭 焗烤饭 还有大小朋友最喜欢的炸鸡 都非常好吃哦 再来我们来分装猪肉 首先我们先来分装的是单片猪肉盒 拿取两三片猪肉 至于盒内再铺上一层烘焙纸 再铺上两三片猪肉 单片猪肉盒 方便在一人份料理的时候 可以拿取适合的肉量 接下来我们就照一般的装法 将一盒内装入适合的肉量 盖上盖子 这样一盒就完成咯 这次我以白色圆点代表猪肉 将贴上圆点的猪肉盒 摆进冷冻库内 这次我们摆在第二排 这样就完成咯 猪肉料理的推荐有炒米粉 猪肉拉面 都可以试试看哦 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拿来冷冻馄饨 将生馄饨依序摆入盒内 盖上盖子后放入冷冻库就可以咯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冷冻隔离的方式 我们将买来的隔离 放置于浅盘 最好有一个铁网 放一些水 再放一些盐巴 盖上一层铝箔纸 方便它吐沙 吐沙完毕后 我们来将隔离做一个清洗 这就是它吐完沙的样子 将隔离吐稀的清洗 之后开始分装 我买了一斤半的隔离 大概可以装三盒 之后盖上盖子 贴上标签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冷冻库咯 隔离料理的推荐有隔离汤 还有隔离蒸蛋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 到这边我们的冷冻素材库就大功告成咯 看起来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接下来最后的时间 要来跟大家介绍我的冷冻库收纳 冷冻库第一层 我会放一些比较平面的东西 例如火腿或者是蛋饼 第二层我会放一些豆类 或者是海鲜 第三层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冷冻素材库 会放鱼丸 温饨 肉类 以及比较大体积的面包 例如贝果 我也会放一些卤排骨 这就是我的冷冻库收纳 今天非常谢谢您收看我的影片 下次我会介绍我的菜单规划 以及执行的方法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 追踪及订阅 我是Mina桑林明宜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